欸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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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我今天有點傻了 所以可能講的都在那邊 那要見一段時間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品色學生 然後我現在是大五眼 然後就是我是大三開始玩攝影的 那我都是騎摩托車 騎摩托車台灣到處跑來跑去 對所以台灣大概 大概90%以上都沒有跑過 除了那些要生前的高山以外 那今天上這個課主要 因為我剛才是強調我是上星野攝影 那等一下我會講一下 跟天文攝影有什麼不一樣 對 欸星野攝影算是風景攝影的一個直線 那天文攝影是不同風景攝影 星野攝影主要是 就是我們強調就是星空嘛 那星空我們結合地景 然後就是算是風景的 風景的一文 那 星野攝影 比較能被大眾所接納的是 因為他的 入手門檻 底層就有 相機鏡頭跟三角架 基本上 就可以拍星野攝影 所以 通常 應該不說通常 應該是絕對 都會需要赤道儀這個器材來輔助 赤道儀就是 因為你們知道地球會自轉 地球自轉 所以像對我們地球 看天上的行星 它是會動的 所以 赤道儀這個器材就是 讓 相機擺在赤道儀上面 讓它追蹤星體 所以曝光時間可以拉長 才有辦法 吸取到更多的光 先可以拍到星雲那些的 那星野攝影也不用 因為一張天文攝影的拍攝時間 對啊 最少從30分鐘到 5到6小時我都看了 拍過 就是 花一整個晚上在那邊 只為了拍一張照片 對 那星軌攝影的話 最多就是 要花最多時間就是星軌 那星軌的話 看你要拍的長度 通常4個小時已經 很猛 對 好 下一支 我修我幫你看 那星野攝影拍的就是 主要是星空嘛 就是天上的星體 那 主要就是 第一個是銀河 銀河 對 銀河 那 那 星野攝影的重點就在 你要怎麼把天上的星體 跟地上的景物 融合在一起 而且你的構圖 跟 構圖主要是構圖要好看 對 然後 月亮 月亮合 你如果看到的照片裡面有地景 然後還有月亮 基本上90%以上都是合成 如果是晚上的話 基本上90%都是合成 因為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要在晚上拍到 有細節的月亮的話 第一個 你快門時間大概是 要很快 快門時間要很快 那你快門時間 在晚上那麼暗的情況 你快門時間 調那麼快 你的背景一定是全黑的 對 那你如果是要加上有 細節的地景 基本上90%以上都是合成的 所以之後如果看到 像國外有作品 有合成月亮的 那個基本上通通都是合成的 那我們講一下 新眼攝影需要什麼器材 基本上 因為現在科技還越進步 相機的感光度越來越高 所以 新眼攝影變成 以前是需要蠻高的門檻 變成現在 隨便大學生都可以看什麼 那為什麼 因為主要就是 單眼相機的感光度 以前 以前感光度到1600都不能看 現在的相機感光度可以到 幾十萬 對 而且入手門檻越來越低 你用 單眼相機或是 這種叫微單 微單 微單是什麼東西 微單就是 它是小台 但是它可以換鏡頭 這就叫微單 那還有另外一種是 叫類單 類單就是不能換鏡頭 小台的相機就叫類單 類單 單眼跟微單 是三個不一樣的產品 對 但是 但是 只要是可以自由調整 光圈快門 ISO 這三項 就可以玩新眼神 對 然後 你如果想要拍新軌的話 需要再加上一個快門線 快門線 主要是控制 我的快門的開啟 對 因為新軌 你需要可能一張要鋪十分鐘 或是更久 就需要快門線來輔助 因為機身可能沒有一張十分鐘的設定 對 那這邊 其實我有點掙扎 要不要 放在這邊 講一下 主要是因為這邊比較專業的部分 對 跟攝影比較專業 那沒關係 我還是講一下 就是 新野攝影師要怎麼拍 那首先就是 我們單張星空的 就是不管你是拍 有沒有拍到銀河 你拍單張星空的設定 幾乎都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 為了不要讓 心點 去做 到拉軌的動作 我們要把心點 控制在 一顆的狀態 那 通常我們的快門速度 就不能 要怎麼 不能太滿 就不能太久 對 通常是 二十秒到三十秒左右 你的 心點才不會晃 如果通常超過三十秒 心軌 心點就會開始妥顯 就會變成心軌 對 那 要怎麼拍呢 這比較是講給 有相機 然後有稍一點概念的能體 那聽不懂 沒關係 就是 你如果拍星星的話 你的鏡頭 鏡頭的光圈 一定會調到最大 通常是最大 對 除非 除非你的氣質還很高檔 可以適當的說光圈 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焦距 你知道焦距是什麼 焦距就是 你的鏡頭在轉 那個可以 拉遠拉近的那個東西 那焦距 那焦距主要 其實它不是拉遠拉近 它是廣角到望遠 越廣角的話 拍攝的場面會越大 對 所以你看你像 機鏡頭上 通常一般人最基本的 可能是十八到五五 那十八端就是 它的最小焦距 五五就是它的最望遠的焦距 對 那因為焦距會影響 我剛剛說的星軌的拖顯問題 你如果是焦距越大 就是越望遠的話 你要讓星點不開始移動 那個需要的快門速度會變得更少 就可能是 假設我現在是 十六mm的超廣角 很廣 十六mm的超廣角 我可以 三十秒 星點 可能都不會有拖顯 但是我如果現在拉到 兩百 兩百mm 剛剛是十六mm 我如果現在拉兩百mm 可能剩一張 超過一秒或兩秒 星星就拖顯 所以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觀念 就是我這邊講 你如果焦距越長 快門速度要越快 快門速度要越快 然後 相傳 對 然後 星軌的拍攝 主要重點就是在 你要 你想要拍多久 對 你想要拍多久 拍越久的話 這個 星軌的軌 會越長 對 主要是取決你想拍多久 那 星軌通常有兩種 拍攝方式 我們等一下可以 對 對 對 這等一下可以 好 來 我先問一下各位 呃 那個什麼 現在有那個單眼 有類單 好 或者微單 剛才說可以調那三個數據的 請舉手一下 身邊有這個相機的 看起來不多 所以可能 那個 可不可以再對那個 光圈 然後那個 ISO跟快門 那個稍微解釋一下 對 有點像 有些人可能光圈開到最大 他對那個光圈 他上面的是什麼數字 是怎麼樣 要不要可以解釋一下 那個喔 但是 如果沒有錯 說沒有相機的話 有辦法連接 先試試看 知道 反正有錄影吧 他們回去錄影 如果有的可以 光圈基本上就是 鏡頭裡面它的開孔的大小 那個叫光圈 你 鏡頭如果是可調光圈的話 基本上開到大光圈 代表鏡頭裡面是開到最大 他的鏡頭裡面開孔是看 因為鏡頭裡面 有所謂的光圈葉片 那光圈葉片 它會控制鏡頭的 擴張跟鎖小 那我們開到大光圈 鏡頭的開孔不是最大 那如果是 現在是縮到小光圈 他的光圈葉片會 會縮起來 就是讓你只有一點點光可以通過鏡頭 那你再到相機上面 光圈主要是這個東西 那 光圈的表示值是F 等一下啊 我會有標示 這邊啊 這邊我有標示 這個F 然後斜線 2.8 這個後面那個數字 越小 代表它的光圈越大 這個 新手比較容易搞混 2.8大於4 數字越小 代表它光圈越大 就是 數字越小 代表鏡頭裡面的開孔是越大 這叫 這是廣圈 那 所謂的快門速度 其實基本上就是 我相機的快門連開啟的速度 那 一般我們在拍照就是啪一下而已 那大概只有三十分之一秒 或是一百分之一秒 但是你如果是在拍攝 星空這種長時間曝光的話 基本上是 一定是 十幾二十秒以上 就是啪 然後轉個二十秒 它才會起來 那就是 相機吸收環境光線 所需要的時間就是快門速度 對 那第三個是 ISO值 ISO值就是感光度 因為以前 以前那個底片時代 不是他買底片嗎 有什麼 ISO一百兩百四百的感光度的底片 那現在 數位 數位化之後 ISO都可以自由調整 那 基本上 ISO超過八百的話 叫做高ISO 高ISO 那 ISO還有一個特點是 你只要越高 它的雜訊就越大 越高雜訊越大 ISO只有這個特點 越高雜訊越大 所以基本上 我們在拍攝 星空這種 夜景的時候 ISO一定是 最後再調 最後再調整理由是 因為它會影響 照片的乾淨的程度 所以呢 如果沒有必要 我們不會把它調大 但是 像看到這種設定 ISO2500 在哪說我沒辦法 一定要調到這麼高 不然的話 拍不出細節 就是 你比起 你相片拍不出細節 不如讓它髒一點 對 就是ISO 那這句可不可以 我對這句比較好奇 不是很清楚 他的意思 噢 星鬼的話 一張流 一張流是什麼 一張流就是你拍一張 就完成一張星鬼做法 那我們一般啊 像我們一般 像這種 我們在拍 都是用疊圖 就可能是一張三十秒 或一張一分鐘 然後疊很多張 把它疊寫 或在後製電腦軟體 去把它疊 所以你在疊軟體 你可以看到線慢慢在增加 可以看到線慢慢在變長 這是後製疊圖 那 為什麼我說一張流 ISO拉低到320 因為一張流通常 假設我一張我拍十分鐘 那十分鐘 是不是我十分鐘都在吸取光線 那 即使是暗的環境 十分鐘都在吸取光線 三百二 配 配 假設我拍十分鐘的快速度 那我再配最大光圈 三百二以下其實 就算是很黑的環境 它也是 可以獲得 極限於正常曝光值的亮度 那多張疊圖的話 為什麼就要開到八百以上 因為多張疊圖 你進軟體去調整 它是一張一張疊起來 它其實疊的只有星點的部分而已 那你地景的細節要怎麼辦 拉高ISO去補充 去補充 對 因為其實軟體它在疊 它 因為它那種專門疊星軌的軟體 它不會在意你的地景 所以它通常只會針對星星的頂狀 去幫你疊出來 當然你如果疊越多張 還是有可能會越來越亮 還是會越來越亮 但是地景的話 不會獲得 你想要的那種效果 所以我們通常會拉高ISO 然後還有一個原因是 還有一個原因是 如果星軌拉高ISO的話 你到時候疊出來 你可以還原星星的顏色 星星有顏色知道嗎 等一下我之後會再講 對 星星有顏色 那我們開高ISO的話 其實星星的顏色會更容易地拍出來 那你到時候看到的星軌 等一下會有圖片 會是 不是像不是黑白的 會是有黃色藍色各種顏色的星軌 那有點像是彩色星軌的感覺 對 那你們可以看一下這邊的數據 這一張我是 一張我是拍30秒 然後光圈我是2.8 ISO我是射200 為什麼我射200 因為這一天有月亮出來 可以看得到天空泛藍色 天空泛藍色就代表有月光 如果天空是黑的 就代表應該是沒有受到什麼月光的影響 只要月亮一出來 你拍出來的夜景效果很激進於白天看到的效果 當然雜訊多了一點 然後我這一張是拍大概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對 還有什麼問題 我可以再問一下 好 你的疊圖軟體是用哪一個軟體去抵 很簡單 有一個軟體叫星軌軟體 它的英文叫STAR TRAILS 就是STAR星星 然後 TRAILS就是軌跡 STAR TRAILS就是英文裡面的星軌 那它的軟體名稱就叫做星軌 所以你就是 可以去搜尋STAR TRAILS 它很簡單啊 它就是專門給你疊星軌用的軟體 這樣 這樣子吧 對 還有一個S STAR TRAILS 對阿那個軟體 它是免費的 它是免費的 但是因為它操作很簡單 然後也沒什麼 所以 如果是一般我們疊星軌 通常都用那個藍地 然後它也可以做一點縮時的東西 但是主要還是疊星軌這樣 那它疊星軌的主要方式就是 也是就是取最亮 一種取最亮的方式 兩張當中取最亮還是 沒有阿 它就是你把所有的星軌照片丟進去 它就是一張一張疊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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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 疊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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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 對對對 它沒有分從哪一張最亮 哪一張最亮 它就是跟你從你選的第一張疊到最後一張 這樣子疊疊疊疊 那它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它可以製作流星雨模式 流星雨模式就是 當然那是假的 它所謂的流星雨模式就是 可能我的 星星的這個頭 我選擇彈入或彈出 彈入或彈出 不知道你們聽不聽懂 就是這邊比較細 慢慢到這邊越來越粗 那我是不是感覺就像是 星星這樣子留下來 然後這邊畫上去 就是流星雨的效果 它可以選擇你要 頭彈出還是尾彈彈出 就是你可以選擇 流星雨方向要不同的地方 所以你有時候看到星軌作品 然後像是流星雨的感覺 這樣子繞繞繞 那個就是淡入淡出的效果 對 然後接下來我們講拍攝銀河 有沒有人不知道銀河長這樣 有沒有人不知道銀河長這樣 就是在看到這張照片前 你們知道銀河長什麼樣子嗎 對 我其實也是在接觸到攝影前 一點點時間我才知道原來 我們可以拍得到銀河這種東西 然後它是長這個樣子 這一張是我在合環主峰頂 我在合環主峰 這邊有那個嗎 合環主峰都可以 啊我在合環主峰頂拍 這個時候已經快要日出了 所以看到地名線有泛黃 這已經快要日出的時候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形狀 因為我是全景拍攝 你們手機應該有全景這個功能 就是這樣子 這個樣子 就是大範圍的場景 那大範圍的場景 它其實就是可以很大的角度 大概200C 甚至你要想拍到360也沒問題 那這個銀河就是所謂的夏季銀河 夏季銀河主要是這一個地方 這叫夏季銀河 那為什麼會講夏季銀河 因為它主要出現的時候是在夏季 那它主要是銀河我們的銀河中心 對 一般我們拍銀河都是拍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顏色最濃嘛 最好看 那這到後面來甚至往下 那叫冬季的銀河 冬季也是有銀河的 只是它因為淡淡的 它只有藍藍的一點點 所以一般我們比較少會去拍它 對 那 來我問一下 你在看到這張圖之前 不知道銀河長這樣的舉手 沒有都知道嗎 你們都知道銀河長這樣 各位都看過銀河嗎 真的嗎 你們都知道銀河長這樣嗎 好 沒關係 那 像說我們拍攝銀河的話 拍攝銀河就跟你拍單張的星空是一樣的 沒有說因為我要拍到銀河所以我要特別設定 沒有 就是跟你要拍 假設我現在沒有要拍銀河 我只要拍單張的星星一顆一顆的 也是跟銀河一樣的設定 20到30秒 20到30秒 不過還是要取決於你的鏡頭的焦距 對 因為像我自己的鏡頭我是 16mm的 16mm越廣 就是那個mm越小 我就有辦法用越高的快門速度 因為剛剛有講過了 對 焦距越小 需要的快門速度會 就是可以用的快門速度會越久 那我如果焦距越長 假設我現在鏡頭是18甚至20mm的話 我可能就不能用到30秒 我就只能用20秒甚至15秒 星星才不會拖線 對 那基本上一般啊 就是20到30秒 然後搭配最大光圈 為什麼要搭配最大光圈 光圈開越大代表 它單位進光量越多 那星星這種光線非常弱的東西 你如果不用大光圈去拍的話 你難道要拉ISO嗎 你要讓畫面變髒嗎 對當然不會嘛 所以基本上就是最大光圈 對 那拍星空的話 比較困難的就是 ISO要開到很高 1600到3200左右 我還看過有了ISO開12800的 那12800它用的器材是很高檔 所以 它可以開到這麼高 但是我們不行 像我的相機我開到 1600以上我就覺得快不行了 但是我還是都開2500 因為沒辦法 那 在哪裡可以看銀河 夏季的東部海岸 東部海岸 或是海拔超過2000公尺 海拔超過2000公尺 海拔超過2000公尺 就是你們可以直接用肉眼 天氣好畫 天氣好可以直接用肉眼看到銀河 那肉眼看到銀河 當然不會這麼清楚 你看到的是 天上 一個微弱的 微弱叫什麼 白帶 不要誤會 不要誤會意思 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不要誤會我的白帶 白...為什麼要講白帶? 因為在國外怎麼講銀河 他們講milky way milky 就是牛奶那個milk milky way 白色的大道 他們國外講銀河 就是講milky way 他們很少講galaxy 因為galaxy 通常是指我們的銀河系 那你如果是要單純指我們拍的這個東西 這個銀河 他們會講沒有key way 對 所以你在用肉眼看到的銀河其實是淡淡的 淡淡的白色的一條這樣子 對不會看到它有這種顏色出來 因為我們肉眼不像相機 有辦法長時間曝光嘛對不對 我可以也再問個問題 好 你應該說你是用那個全景的拍攝模式 可是怎麼個拍法 全景 因為我們也不是用 你應該不是用那個智慧型手機 當然不是 對啊 那這樣拍的話 因為你全景的拍 你一張就要曝光 那個十幾二十一點上個秒 然後再移到下一個再拍 再拍拍 然後最後再把它疊成一張嗎 對沒錯就是這樣 欸那可是 可能會有那個 星星移動啊 對對對就為你啦 其實還好 像我這樣子拍一張我需要的素材大概是 八到九張 八到九張左右 那每張我落色二十秒 然後我位置都先調好 就是拍拍拍拍 其實你如果說一兩分鐘 那因為你在 因為我都是用Photoshop去做全景的 去做全景的照片 那他Photoshop在幫你做全景 他會自動幫你把地底都接起來 如果你拍得好 那你如果拍得差的話 他會結亂七八糟 對 所以前提是你的 每一張的間距都要等間距 然後 不能上下不能嚴重的荒動 不然Photoshop他會不知道 你的地景到底是哪邊要接到哪邊 對 所以你主要是 事前的你拍攝要做好 那 你在 Photoshop在做全景的時候 他會自動幫你把星點稍微對一下 稍微對一下 你到時候在匯書的時候 其實你看不出來他有拖線的狀況 對 真的是科技所知 可是 可是你說 那個要接 這樣子要接起來的話 對 那個什麼 那個地景要接得很準 那是你在拍攝的時候 你都要知道說 我第一張 我的相機要提到大概哪個 就轉到哪個位置 第二張一定要轉得很準確嗎 還是 沒有要到非常準確啦 因為像我們的腳架 他腳架 他在水平的移動 他 我的腳架他有 齒標 他有齒標 他在水平移動他有齒標 那我就是看 每次 我大概移兩格 或三格 我就自己看一下 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我拍完的時候 再跟前一張 再稍微 很迅速的再 再切換來對一下 其實就 沒問題 對 所以最好有重疊 還是完全不要 一定要重疊 一定要重疊 上一張跟下一張 至少要重疊一半以上 一半以上 至少要重疊一半以上 你這樣疊出來的效果會越好 疊出來 因為軟體會知道 喔 這張上一張有個東西 我下一張要再給他疊上去 那軟體 你如果重疊 但是也不是說要重疊到很多 三分之二再更多 就沒什麼意義 基本上你跟上一張重疊一半 重疊一半就會有很好的效果 對對對 那接下來講拍攝星軌 拍攝星軌 就是蠻無聊的這樣子 因為你就是等相機在那邊拍拍拍拍拍拍 因為我們拍星軌都是大部分 都是 這個我叫暴力唱盤 我們攝影圈都叫它暴力唱盤 你如果拍了很久 然後星軌線很長很多的時候 我們就要暴力唱盤 那你如果要獲得比較暴力的唱盤 你就要甚至兩小時以上 而且是在全黑的環境喔 在全黑的環境兩小時到四小時 才有辦法拍成這個樣子 對 那要怎麼打發時間 我都回帳篷睡覺 因為我在山上或海邊拍星軌 我都回帳篷睡覺 因為很無聊 對 然後拍星軌的話 基本上你 基本上你如果要拍到這麼長的話 你都要電子快門線 都要電子快門線 電子快門線的作用是什麼 就是它可以設定 我每一張的曝光時間要多久 因為相機通常它可以自己設定的 通常最多到三十秒 那我拍門線可以自己設定 一分鐘啊 四十五秒啊 一分半啊 一分十五秒 我可以自己設定我每一張要拍多久 然後我總共要拍幾張 然後我每一張的間隔要多久 所以我這張跟下一張只要間隔五秒 三秒 一分鐘十分鐘 都隨便你設 對 所以拍星軌我們通常 因為我們是拍完一張 然後再讓它拍 一直拍拍拍 所以我們會用電子快門線去 去幫助我們拍攝 那這個我剛剛有講啊 拍攝的方法第一種就是疊圖 用疊的 就要拍 你如果要拍到軌跡很長的星軌 你就是用疊圖的 那你可以設定一張三十秒 或者是一分鐘 甚至兩分鐘三分鐘 但是你的時間設定越長 你就要小心了 因為拍星軌有時候會有白目 所謂白目就是拿手電筒來亂照 那你在山上遇到拿手電筒亂照 你的那一張照片就會毀掉 對 就爆掉 那你如果說 我一張射成五分鐘 那一張五分鐘的爆掉 那是不是 你的中間就斷毀了 你的中間就斷一節 那我如果是射成三十秒 或是一分鐘 那一張爆掉可能還看不太出來 對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你要自己抉擇的 你也可以說 我人品就是很好 我一張要射十分鐘 對 這樣子 那另外一種就是一張柳 一張柳就是我剛剛講 我就是只要拍一張 完成我一張星軌作品 那當然 線出來的就不會那麼長 因為你要一張然後拍那麼長 基本上地景一定爆掉 爆到你應該看不到東西了 對不對 所以一張柳比較適合短時間 適合短時間 適合短時間講射十分鐘 等一下我好像有PO照片 我拍過一張十分鐘的 當然它線比較短 但是 那是另外一種感覺啦 看你喜歡哪一種 對 然後像這一張 你看我兩百一十分鐘 三個小時半 對啊 我這個是在 在合攀十門山拍的 在十門山停 我帳篷大概停車場 那我就走走走走走一點路到山上 在山腰我再拍星軌 然後設定好 我就回去休息了這樣 對等它拍完 這張是兩百一十分鐘 三小時半 三小時半 而且那一天晚上是幾乎沒什麼雲 然後完全沒有月光 三小時半可以拍到這樣 那你有沒有看到有銀色 黃色有沒有 藍色 然後淡藍色 那還有一點淡黃 基本上就是黃色跟藍色 那等一下我會有問題 那是下一張 那我不會這樣 好 好 沒關係 就是那個 像我們前幾天去看 武林那邊看那個遊戲 我們在拍攝 可是相機在外面一段時間 它有點有時候會起霧 起霧 那像你拍那麼長的時間 它都不會起霧嗎 起霧其實是看濕度 看濕度 如果 因為我有遇過 因為我今年的雪季 我在河灣山上面拍辛苦的時候 也是一直起霧 那就是很麻煩 所以現在有人研發了相機的區 儲物裝置 儲物裝置 有人自己發明 好像是掛在鏡頭前面 然後一個加溫的裝置 可以自動幫你進行儲物 當然我沒有弄 因為我很少 我其實不常拍辛苦 因為真的太無聊 你知道要幹嘛 像你 因為我只有一台相機 不是說我兩台 兩台 我就可以一台拍星軌 一台我拿去拍其他東西 我這一台相機啊 所以我其實比較少拍星軌 除非是這個地方星軌 構圖很好看 我才會抉擇去拍 但是在台灣還沒遇到這種地方 對 所以這個拍攝你都沒有說 拍一段之後要插一插 鏡頭這樣的情況 好 除非你真的看它真的有霧 有霧的話就拿四鏡布 稍微插一下就好 對對對 那現在 不要講的是 基礎的天文概念 我不知道你們上的 這麼多唐正式星空 有沒有一點 基本的天文概念 那 我剛剛有講 地球自轉 所以我們看天上的星體 它都是會動 那我們太陽跟月亮 都是風生氣弱 月亮也是風生氣弱 那星星也是啊 像銀河也是 東南方深淺 西南方落下 那 重要的是 我們拍星軌的攝影 會去 需要注意到月亮 為什麼 因為月亮是自然的光害 而且月亮的光害影響 有時候甚至比人工的光害還要嚴重 所以 你想要拍銀河 一定要看好月亮 有些人 不會看月亮 跑月山上說 為什麼拍不到銀河 因為那天買月亮你拍屁啊 那 那月亮每天都會比前一天晚 四十到五十分鐘 那 它不一定 不一定是 在哪一個分鐘值 大概四十到五十分鐘 所以呢 月亮會在大白天升起來 月亮不是在晚上升起來 不是一定在 出現在晚上喔 有時候月亮是跟太陽一起升起來 你整個白天都看不到它 對 那 月亮是自然光害啊 所以你要 不管是要拍攝 還是要 還是要關心你 你都要 基本要挑 沒有或是受月光影響比較小 就是假設現在是顯月 月亮只有10%或是20%的月亮相 那它掛在天空 那沒查星星還是很多 那如果是一半的話 就要注意了 如果超過一半的話 就是還蠻嚴重的光害這樣 那 老師可以包床一下 對嗎 中央氣象局 再往下 欸 滑鼠再往下 對 你如果想要看月亮的話 中央氣象局都可以看 在天文這邊 進去然後到天文 然後 哇 它出不了 欸有了有了 你就有月亮可以看 你要出去關心 假設我要看流星雨 那不是每一次流星雨 都有辦法像這次床子座那麼大爆發 你如果說流星雨出現的時間 剛好有月亮來影響 那就會影響到你觀看的效果 那這次流星雨等剛好沒有月亮算影響 所以這次還蠻猛多的看很多人拍 對不對 你要看月相嘛 然後第一個要看月相 然後月相看完再看 幫我評一下 月初月末 月初月末就是月亮出來跟下去的時間 這邊在點的時候 我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天文館有人 他去武林復野度家村 他說一晚 他數那個流星雨 一晚七百多顆 七百多顆流星雨 然後我們班上也有人有參加 他說 就是到武林 有參加武林的 然後一晚 數到 一小時多而已 數到二十幾顆 也看起來還蠻不錯的 那好 這個就是月初月末 你可以看到 每個月份 月亮幾點出來 幾點過中天 幾點下去 滿月也不要太緊張 如果你想出去關心 就算是滿月 或是七十八十趴的月項 你只要先看清楚月初月末 搞不好滿月 啊我滿月是在 或是七十八十趴月項 他是在百天或者是百天出現 那不會影響到晚上 那月項 就不用去理他了 對不對 所以第二個要看就是月初月末 月項 看了不要細點 還有月初月末可以看 月初月末再不行的話 就是下一次吧 對 可以關掉 好 那 那銀河的話 銀河的季節性比較重要 銀河不是 你現在晚上去看就看得到 你要看時間 銀河他是有季節性的 我現在講的全部都是夏季銀河 夏季銀河就是銀河中心 這是泛城 夏季銀河就是銀河中心 就是這一塊 我們要看到這一塊的話呢 他是從東南方的水平升起來 他是水平上來 然後這個位置是要下去的 他這樣子 然後他會這樣子下去 那這個角度 他是水平的 這張也是全景拍攝 對 所以他是 我有拍到幾乎整個全部裡面 那他是水平的嘛 他是這樣子 然後慢慢往上 在這邊就是這個角度 所以他後面這一牆 其實是會繞過你後面的頭 這樣 那 銀河的時間跟季節性比較重要 銀河的中心 你要看到今年的低道出生的水平 銀河大概到 大概在1月底或2月初的時候會看得到 1月底2月初大概在東末或春初的時候 你會看到銀河在日出之前慢慢的從東南方升起來 他大概升起來一下下之後太陽就出來 所以你就看不到 那隨著日子往後推移 2月3月到3月4月5月 銀河中心升起來的時間會越來越早 越來越早那是什麼意思 這其實是我們自己講很簡單 但是有些人比較難理解 對 升起來時間越來越早 就代表說我現在1月底日出前升起來 2月底可能是在半夜3、4點升起來 3月底半夜2點到3點 你日子往 越往夏季推移銀河升起來的時間就越來越早 你到盛夏七、八月的時候 基本上一入夜沒多久銀河就開始升起來 這個觀念有辦法進來嗎? 對 然後到秋冬季時間再往秋冬季推移 變成說我要入夜銀河已經要下去了 到秋冬的時候我要天色暗下來之後 銀河已經慢慢要下來了 已經看不到水平了 水平大概到9月、10月就看不到 對 那現在像現在12月的快底 已經看不到銀河中心了 要等明年1月底 我們是要辦法見到他 那還有就是地點選擇 你要關心或者是你要拍攝 你地點選擇很重要 那台灣的話基本上就是高山地帶跟東部海岸 那還有就是關心你要看光害跟空氣品質 光害跟空氣品質 高山上光害跟空氣品質都還影響都還比較小 所以大家都會上高山嘛 那你若是在平地 平地就比較重要 你若在平地想要關心光害 台灣的光害到哪裡?西半部 北部西半部 所以你要關心基本上都是要跑東部 都要跑東部 東部海岸才有比較好的品質 那空氣品質有影響 像現在冬季 前幾天有沒有人被PM2.5指爆 就是年費會爛掉這樣 空氣品質也有很大的關係 像冬季東北季風再下來 台灣的空氣品質普遍都不好 所以冬天你要看星星 基本上99%上高山 那你若是夏季的話 我們吹西南風 受空氣污染影響比較小 我們就可以去到東部海岸 或者是墾丁一帶 那你如果天氣好 沒有雨 那個觀看的程度其實不輸高山 它只是海岸水氣有點多而已 對 那因為我都是 我都是自己騎車啦 我都是騎車 我沒有人 沒有再叫人家開車站 我去哪裡全部都是自己騎車 去河灣山去台東什麼 我都是自己騎車 都是自己騎車去 那因為我都是帶帳篷 帶帳篷在我拍攝的地點 就直接搭帳篷睡覺 那你們有沒有人想要 晚上搭帳篷在海邊看星星的 有一次經驗 喜歡的人會真的很喜歡 會覺得很爽 因為你抬頭看就是滿天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銀河直接在你的頭上一貼 然後這樣子 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要這種一兩次的經驗 就算不是像我們這種專門在拍攝的時候 你有這種經驗 其實是還滿不錯的這樣子 對 好 OK 好那地點 地點的話 來你們看一下喔 我這邊列了幾個地點 紅色畫條的就是基本上這邊都可以 那西半部唯一可以的就是屏東的仿山 屏東仿山為什麼可以 因為那邊其實沒什麼光害 當然如果有陸燈你要避開 那仿山拍的話大概會像是這個樣子 仿山要拍 因為仿山是西南邊嘛 仿山是西南邊 所以你在這邊拍銀河這邊升起來 這邊落下 影響比較少 那你們有沒有看這張 這邊亮亮的 這邊亮亮的是什麼 肯定 因為這個角度是偏東 仿山往東邊 是不是就是肯定 對 所以這邊亮亮的有光害 那你如果說銀河慢慢的過來 到西南邊的話 這邊就沒有光害 所以你要看什麼樣的星空 你就要先做功課 我要在什麼樣的地點 因為每個地點 他可能些許的光害的位置不一樣 那會影響到你光害的效果 那北部喔 楊明山我不推啦 我不推薦楊明山啦 我不知道學楊明山關心幹什麼 如果去楊明山 去楊明山關心 你看這樣淡淡的 這條是東濟銀河 淡淡 這個是楊明山最好的天氣狀況 才放得拍到怎樣 最好的天氣狀況 當然他近阿 當然他近 但是你要在楊明山看到 肉眼看到夏激銀河 那是不可能的感覺 對 你如果要看到 肉眼看得到銀河 請跑東部海岸 或者是高山 高山的話北河嘛 或者是台西甲 台西甲就是五零 你農場哪一天喔 到底一山那一山就台西甲 那福壽山也可以 就是基本上都是這一帶 那我點出來的就是 大家比較會去特別去關心的地點 大雪山 我記得老師之前有的話 那個大雪山的關心 不知道你們這學期有沒有 這學期沒有 之前有 之前有 有大雪山的關心 那大雪山就像這樣 你也可以看到銀河中心 對大雪山海拔 我在這個地方是大雪山的霧口 大雪山的霧口 我是在那邊搭帳棚過夜 那邊的海拔是2600左右 那也是還不錯這樣子 然後那個霧口 它基本上是360度的觀景台 你也可以看到日出 但是夕陽比較難一點 因為夕陽那邊有 有樹被擋住 那還有塔塔加興中橫 塔塔加 它從阿里山上去 從阿里山上去 塔塔加興中橫 就是有一棵福氣樹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知道 有一棵福氣樹 那 宜蘭 宜蘭 唯一 唯一一個可以看到 肉眼可以看到銀河 就是粉鳥裡 粉鳥裡在東奧 在東奧 因為你看宜蘭的地形 宜蘭的地形 它是一個扇形的一個平原 那銀河從東南方升起來 我是不是就要避開這個市區的地方 到市區下面 在這邊 東奧在這邊 粉鳥林在這邊 那我這邊是不是就沒有光害了 這邊我看銀河就很清楚 那這張是粉鳥林的照片 我也是在那邊搭帳棚過夜 那 花蓮 基本上整個花蓮跟台東的海岸線 你只要避開路燈 沒有到沒有光的海邊去 基本上如果天氣好的話 也是一樣 銀河也是一樣的肉眼可以直接看到 對 那台東跟花蓮差不多 對 然後還有就是墾丁 墾丁 墾丁你要看星星 請不要去墾丁大街 去墾丁大街看看 大家去墾丁都去墾丁大街 我從來不去墾丁大街 我都直接經過了 我去墾丁一定是去 鵝鑾比 到鵝鑾比 鵝鑾比以北龍盤公園風吹沙那一帶 因為那一帶已經在東邊了 已經是滅太平洋 所以那一段的東南邊沒有光害 你在墾丁大街就是光害 所以你要避開墾丁大街到那一段 你在風吹沙看到的銀河 其實不輸河灣山 其實不輸高山 它只是空氣稍微糟了一點 但是你其實肉眼看還是很清楚 那更不用說河灣山 河灣山基本上是台灣關心條件最好的地方 第一個 車可以直接倒 你可以直接下車看 不用爬山 然後第二個是天氣好的話 空氣品質好的話 那個銀河是很恐怖的 是很恐怖 非常恐怖的 對有看過人就知道 我覺得每個人都要有一兩次這種經驗 上去樓灣山看信心 而且要對準 夏天有銀河的時候上面看 對 好 OK 等一下再學一掌 等一下 這個我先問一個問題 像你有人入鏡的話 你是人就一直在提在那個地方 對 沒錯 所以 拍這種東西 因為 長時間曝光嘛 人入鏡長時間曝光 你如果動一下 人是不是就晃到 所以 你想要拍人配銀河 你就要練木乃伊之術 練木乃伊之術 你要讓人要不動 你要找一個姿勢 你的身體不太會動 那 有些很多 有些人會用的方法是打閃光燈 但是我不喜歡打閃光 我覺得閃光燈的燈質很硬 我不喜歡那個燈質 我喜歡那個就是自然光的燈質 我覺得看照片看起來流行 我自己個人覺得 對 好 那先休息 好 那先休息 謝謝